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腾讯视频 国内首当以南姓氏酒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有才华的女人 她的故事很有趣 请你们来看见她 你好 哦,很漂亮啊 谢谢 我听你的故事很有趣 你谈谈跟我们吧 OK 我的老家是河北 生的一个小生 二十七岁以前 姐姐没有过西河北生以外的地方 那时候姐姐的家庭很少 只有春节才能连着休息六十天 可是 孙杰是选家庭演的日记 她哪不能去 一九九七年 我大学毕业 留在北京一家公司当推销员 能够选国各地到处跑 姐姐很羡慕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闲 工作以后又没有时间 要是能有一个想家系 我一定要跑遍中国 没想到 姐姐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一九九九年 政府开始实行黄金周 休戒制度 每年的春节 五一和十一 选国放假三天 加上周末有整整一周的时间 对辛苦工作的人来说 有这么一个想想的家系 真是太难得了 黄金周还没到 姐姐就开始做旅行的准备工作 做一方面决定去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再联系 好旅行社 只等休戒开始 马上就出发 几年过去 姐姐已经去过了很多地方 去海边帅过太阳 去小园去过大马 看过黄红 游国上间外边的世界真精彩 每次旅行回来 姐姐都会开心的说这么一句 现在她已经制定了一个大计划 一个省一个省的看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走 直到走边中国 老的走不动了才停 我的姐姐 一个普通的新年人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家系 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 我愿她身体健康跑遍中国以后 再去外国看一看 二十七岁 二十七 你好 你好